《在语题里面》 《维题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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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大家好 同学 大家都 同学 先看一下我们时间放太多 大家注意到 终于是否看一下 上面这些等一下我要解释 今天我们要自己的窝子里面 找出一数字 做出你喜欢的古诗的名字 这个维题史 对于我们学校来说 是相当于是雪中村太一样 因为我们学校属于是一个农村学校 条件比较差 但是学生也比较多 每一周学生上课的次数不够 有的学生轮不到上危机课 有的时候只是看一下 实际操作是达不到的 但现在有了危机试以后 我们学生每一周都能上到危机课 我喜欢用电脑查一些资料 关于动物的 尤其是小猫吧 小猫比较天真 可爱 活泼 然后三天也不回家 很贪玩 所以我喜欢小猫 我希望我从电脑中学到 一些课外的知识 比如我们的中国的历史 因为老师的电脑教学 让我更喜欢跟同学 或是爸爸妈妈分享到学习的事情 有 二十二一 我们学校的电脑就是没有修建 之前的我们是上课的时候是用教材 只是给学生讲教材上的东西 学生理解起来特别难 有了电脑就是之后 我们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我们上一节理论课 然后第二节课给学生让他自己来操作 这样的话学生动手能力他会增强 然后就在没电脑之前 学生感觉对这个电脑也特别的好奇 什么是鼠标什么是键盘 我们只是从语言上都对他们说 但是没有见过 然后有了电脑课之后 我们会给他从第一个叫做开关机 然后里面的最简单的画图软件 给他叫做画一些简单的图片 另外叫做打一些字 请问电灯是谁发明的 哦 41块 各位答对 大家理解好 我们学校的有一部分学生是留守儿童 都是父母亲到外地去打工了 一年可能有些家长一年都不回来 有些可能年底才能回来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脑和他的家长 通过网络可以视频 这样的话他们可以见到远方的父母 父母那也可以见到自己的孩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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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宝大熊猫是三号字送题 三号字送题 这个里面有个什么 单击此重添加目标题 好 所以这个里面我要出的是 你妈现在自己是不是在做这种题题啊 是 在我们学校刚开始以前没有这个 没有电脑教室的时候 也没有计算机的时候 给同学们上课 基本上是通过自己在黑板上 版说去写 然后再就是通过老师口头的去讲 然后让学生抽象的去理解 学生大多数有些能 聪明的孩子可能稍微能理解一些 但是有些孩子反应比较慢的 他就可能比较困难 然后但是整体来说 同学们对这个东西理解 对上课的内容理解都是不是很到位 不管是星期课也好 还是我们平常上的其他课程 都是这样的 计算机之前 我们的电脑都是在课本上 学习一些知识 而用的电脑 我们就可以在计算机上 亲身感受电脑带来的奥妙 学习做PPT或者在网上可以 就是一些不会的 就是可以在网上搜 1991年7月 不要紧张 对答对了 1991年7月 冬皇的墨高窟 现在有多少个东西 敦煌墨高窟 信存 信存 十二 有多少个 有多少个 好答对了 735个 那三个要把你的全包 辛苦着长途跋涉来学校 亲眼看到的那种感受 那经过这三天下来 看了三所学校之后 我觉得说 他们真的是扶贫的一个重点项目 那也才第一次可以亲眼看到说 这么偏向的学校 他们设备是怎么样 然后居民还有学生 他们的资源有多么的匮乏 在家里也有电脑 在学校也有电脑 所以我觉得使用电脑非常的方便 但经过这次活动之后 我发现到原来 世界上还有许多偏向的地区 小朋友们无法顺利地使用电脑 甚至连电脑都没有 但经过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之后 我深刻地觉得 能够将我们的爱 送给这些偏远地区的小朋友 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 而看着他们使用电脑很高兴的笑容 我也觉得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值得的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们把我们的一些科技 带到了这些小学 那这些孩子们呢 他可以通过电脑 来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去探索外面未知的世界 包括在访谈的时候 那有的小朋友说 没有见过大海 那可以在电脑上 看看大海究竟是什么样子 还有的小朋友喜欢小动物 那他可以在电脑搜寻 就是还有的小朋友就是 其实他们的愿望都很简单 有的只是想看一本漫画书 或者是玩玩游戏 或者是看看片子 就是也说明了 他们渴望跟外界做一个沟通 那我们公司组建电脑教室的这些活动呢 就给了这些孩子的一些希望 那是很有趣的 是很简单的 我可以让一个小朋友 但是欣费的时代 是一个小朋友 他可以让你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